这次开始 哎呦 已经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哦 精彩 哦 非常从容 一个正手 聘业发球 在这个女子单打的决赛中 以这个4比0战胜了新加坡队的鱼梦雨 夺得了冠军 但这次比赛应该是没有中国选手参加的 是吧 嗯 对 更加优势一点 哎 可能 究竟是会继续打下去 还是直播 现在已经追平到 我说对了吧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 这样一来的话 车小西就得到了两分的竞胜分 我们这一局 第一局 第一局竟然就是 没错 这样一个比较胶着的一个比赛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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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林丽丝 加油 林丽丝 加油 这场轻柔 看得出来 哎 似乎对这球有一点点争议 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判断 车小夕发球 看到聊天室里这个车小夕的粉丝是非常的多 车小夕压力的确是 还有网友说这个车小夕的眼神和发型神似大魔王 素质在里面 如果你负面的情绪太多的话 你是很难在 没错月下歌者我们是能看到你们的评论的 所以说希望各位网友能够在聊天室里和我们多多的进行一个互动 比分持平依然是四 这样的网络直播的一个尝试 对没错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这样在这样的大小小时里 就是看谁最后能找到那一下 然后这分就拿到手了 六点三一分 这下歌者说这个平野上周连数两场都要这样太多 就会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于一个00后的一个小将来说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直播会切换这个不同的场次 是的 你有一种上帝的视角 好 把车小夕和平野放在这里相遇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没错 又一场结束了 最后比分是11比 变化 上帝还是不错的 应该说他 刚刚 这个桌子 就是有积分排的这个采访员的桌子 会发现他这个桌子是只做的 对 那个我还真 没错 有好多观众朋友说想看第五场 对 我也想看第五场 应该是 小夕发球 哦 哦 哦 又一个回合 哦 刚刚这一轮可能是 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次对攻了 哎 这边有一个来风的这个观众 哎 现在9比8 哦 如果有网友很懂这些 就是一些攻防技术的话 你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的 我们 好